9月5号,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湖南长沙接受媒体集中采访时,寄予正在追求梦想的年轻人,要为了理想而努力奋斗,不要被不好的现象所影响。 自成90后的袁隆平作为一名逐梦人,一直在为实现梦想而奋斗,数十年间从未停下脚步。 他带领团队培育出的杂交水稻,让水稻产量由亩产300公斤上升到1100公斤以上,为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,做出了重大贡献。 我有两个梦,一个梦是高传跟高传,就是活下成两梦。 第二个梦,大家要覆盖全球梦,走出国门,让大家为世界的粮食安全和世界活平,说出重新。 为了实现这两个梦想,在追求不断提高超级道公关目标的同时, 袁隆平还带领团队前行研究海水稻,并积极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杂交水稻。 这是源于他和团队的不懈追求,中国杂交水稻始终领先世界科技前沿。 袁隆平说,年轻人是社会发展和建设的后备力量,尤其是大学生和研究生, 称占起来后将是国家的栋梁之才。 因此,每个年轻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理想,为国家、为社会做出应有贡献。 现在有个不好的欣向,向前看,钱是要有的,军事该才要去,是有道了。 你不能为了钱去努力奋斗,而是实现的理想去奋斗,这是真正的。 你真正的有了成绩,有了贡献,会有的回报的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请不要吵架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我的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库则。 我快点赞,订阅我自己的频道找,库则。 这个是你宾计的 gaateness时间。 稍后就能够找,库则。 我还是会有的。 我的手要的硬工时,丶手要是你这样的。 我的天筷判算是英文儿。